记者庄世新台北报道,澎湖县政府为激励冬季观光人潮将于11月21日起至2018年2月10日止针对其兼制澎湖观光的旅客发放观光消费券,两天一夜每人可领取500元,三天两夜可领取1100元,预计将发送16万4千张面额100元的消费券。 澎湖观光业者为强攻此波商机饭店业者推出消费券加码优惠,让消费券发挥更大效益。 澎湖扶捧起来登饭店针对此波澎湖县政府推出的观光消费券加码推出好康567超值加码送优惠专案澎湖扶捧起来登饭店提供。 澎湖扶捧起来登饭店针对此波观光消费券推出好康567超值加码送沾案。 消费者评5张消费券同等500元面额价值可以78折优惠兑换原价638元的英式下午茶双人套餐一套。 以6张消费券可兑换价值748元的菊导风味中式套餐以客或Swave为服酒吧特选酒饮无限昌饮。 而原价858元的海港资助室晚餐以7张消费券即可兑换享用。 另外饭店全管其他餐饮消费每张100元消费券加值提高折抵金额可以120元折抵餐饮消费。 在酒店住宿、礼品、休闲设施、SPA体验等亦可以消费券等值面额使用付款。 旅客们能尽享观光消费券的利多。